男人每天醒来都会换一张脸 今天是小胖 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小帅 有时候还会变成小美 他不是人类 而是寄宿在人体中的不明生命体 从他有记忆起 每隔24小时就会换一具身体 还能接收对方的记忆 替他活过这充实的一天 所以他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个自拍 拍下今天的样子 记录到自己的私人账户上 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 今天他附身的对象是个黑人男孩 小黑是个直男矮 却有一个可爱又漂亮的女朋友小瑞 而他竟然对小瑞一见钟情了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为了喜欢的女孩 他违背了小黑的直男矮人设 陶克和小瑞出去玩 一起听同一首歌 一起去水族馆 去海边 扮演了一个完美男友 小瑞也发现了男友的不同寻常 他的温柔甚至让小瑞 情不自禁地说出了 从没和人讲过的心事 请到农时 两人接了个吻 小瑞发现 他的嘴里没有往常讨厌的烟臭味 可是随着夜幕降临 这场完美约会还是结束了 小瑞一直记着这美好的一天 可是第二天醒来 他却发现 男友已经忘了这天发生的所有事 他重新抽起了烟 还责怪小瑞带他逃课 变回了那个混蛋又自大的怨主男友 让他感觉怪异的还有另一件事 一个叫艾米的陌生女孩 主动和他打招呼 两人明明没见过面 对方却对他过分热情 甚至在男友责怪他的时候 替他出头 奇怪的是不止一见 从那天开始 人群中总有一道注视他的灼热目光 可是等他回头却发现 对方都是不认识的人 他和男友参加派对时 遇上了一个名叫内森的帅哥 他们喜欢同一首歌 在派对上纵情热舞 只顾着自己玩 把他甩在一边的男友 才终于紧张了 他跑过来宣誓主权 内森就解释说 自己是他们好朋友的表哥 而且还是个姐妹 这才让男友彻底放下心来 小瑞和表哥志同道合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 小瑞却觉得对方很了解自己 表哥问他为什么选择了 现在的男朋友 小瑞在这种放松的氛围中 也全盘托出 他的理想型就是高瘦的 好看的肩膀 接近凌晨12点时 表哥的手机铃声响起 他说自己要走了 此时屋内的男友 也后知后觉地发现 朋友根本没有表哥 在他的怒骂声中 表哥就像是舞会上的灰姑娘一样 匆忙逃跑 可是第二天 这个和小瑞相谈甚欢的男孩 竟然声称自己被恶魔附身了 他隐约记得昨天的记忆 可是他知道这些是不是自己做的 简直像有人控制他的身体 做了这一切 不久后小瑞就收到了一条 奇怪的短信 一个自称表哥的人 约他见面 出现在他面前的 却是一个陌生女孩 他声称自己就是表哥 更离谱的是 这个叫梅的女孩说自己不是人 而是一缕飘魂 每天早晨 她都会在不同人的身体里醒来 继承宿主的记忆 但是时间只会维持一天 她无法自主选择身体 一到凌晨12点 就会不受控地附身到下一句身体里 而宿主通常不会记得 这天发生的任何事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都是真的 他还说出了自己扮演小瑞 男友时候发生的所有事 包括小瑞只和男友聊过的心事 小瑞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甚至觉得男友 连和其他人一起整骨自己 男友的反应 却实实在在地告诉他 那天约会的人根本不是男友 他只能主动找上这个神秘人 男孩穿越到女神身上的第一天 就被情敌壁咚了 下一秒直接被强人所难 听着情敌的土味情话 他忍住帮女神现场分手的冲动 拒绝了和他回家的邀请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复身了 他不是人 而是一个名字叫做A的幽灵 每天随机复身在一个人的身上 而他爱上女神的契机 就是他曾经复身在这个院主情敌身上 扮演了一日完美男友 从那天起 他就爱上了女神小瑞 无论换多少副躯体 他总是及时地出现在小瑞身边 哄他开心 时间长了 小瑞就发现不对劲了 小A干脆向女神摊牌 第一次向人类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他告诉小瑞 和他一起度过美好约会的那一天是他 而不是男友小黑 他觉得小黑根本配不上女神 如此脑洞大开之事 女神表示一点都不相信 可是他的内心依然动摇了 在和男友约会时 他情不自禁地问男友喜欢自己什么 男友竟拿不上来 和男友相比 小A显然更了解他 他没有固定的躯体 却能让小瑞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他 因为他的眼睛总是注视着小瑞 他温柔耐心 幽默风趣 还很乐观 在小瑞认为他没有朋友很孤独寂寞的时候 他却觉得自己可以每天换一副躯体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有时候他是走不动路 眼神却依然亮晶晶的胖子 有时候他又附身到妈宝男身上 要找借口才能来图书馆和女神见面 可他就是他 不同外表下的他却是同一个灵魂 小瑞被他说的话逗笑了 可是下一秒 小瑞落荒而逃 内心却无比高兴 有一天 小A甚至附身到了小瑞身上 他兴奋地去洗了个澡 贤熟的化妆上学 因为从他有记忆起 就有一半的时间在扮演女孩 在拒绝情敌的求欢以后 他决定帮小瑞做一件事 小瑞曾经对他说过自己的心事 他的爸爸在多年前下岗生病了 从此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画画 他仿佛成了一个废人 而妈妈整日忙于工作 家里一片死寂 他担心妈妈已经不爱爸爸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忧郁的父亲相处 借着这个附身的机会 小A主动来到爸爸的画室 和他交流 询问他为什么要画这样的话 爸爸其实也很想和女儿沟通 父女俩终于破冰了 小瑞也被小A所做的一切感动 他终于甩掉自大狂男友 决定和小A交往 趁着周末 他主动邀请对方 和自己一起去郊区的度假屋玩 他想自己是真的爱上了小A 小A却不自信 总之 一个人类和一个幽灵相爱了 美好的一天 随着夜幕结束 小A必须赶在凌晨前回家 把一切恢复原样 才不会让宿主发现他的存在 他和小瑞约定好 明天醒来就接他回家 可是小瑞等了他一整天 小A一直没回来 由于小A开走了唯一的车 小瑞无法自己离开这里 只能迫不得已联系妈妈 让他特意开三个小时车 来接自己回家 妈妈特别生气 可是小A直到现在 依然没有回复他的消息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小A刚好附身到了一个 刚进行肺移植手术的病人身上 一年365天 他每天换一个男朋友 每一个对象的性格外貌 全都不一样 同学骂他是渣女 却不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纯爱战神 因为他的男友不是人 而是一个未知生物 只能寄宿在别人的身体里生活 而且实现只有24小时 时间一到 他就会被破坏一个身体 所以大家每天都能看到 他和不同的男女交往 可是对小A来说 这些都是同一个人小A 这样离谱的话 就连闺蜜都不相信 小瑞还是沉浸在这段奇特恋情中 有一次小A 把他抛在度假屋里一整天 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他生气又有点担心 直到第二天小A再次出现 他说了一个很糟糕 却有无比合理的理由 他昨天附身在了一个 在进行肺移植手术的病人身上 所以没法联系他 在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他竟松了一口气 尽管和他的恋爱 让他尝尽了挫折和苦头 甚至要背上渣女的骂名 他也从来没想过要和他分手 这天小A附身到了一个 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女孩身上 要不是他占据了女孩的身体 女孩可能就轻生了 小瑞想帮这个女孩 就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家人 可是女孩的爸爸 今天要在医院值班 可能一整天都不回来了 为了保住女孩的命 小A必须留在女孩的身体里 撑过24小时 只要等到女孩的爸爸回家 他们就能代替女孩 向爸爸求助 于是小瑞一直陪着小A 终于在第二天的早晨 等到了爸爸回家 他们成功拯救了一个人的性命 几天后 他和小A的恋情 也迎来了巨大进展 小A附身到了他的朋友 亚历山大的身上 他能看到亚历山大的所有记忆 发现这个男孩 虽然性格内向 内心却非常充益 虽然认识了亚历山大这么久 小瑞却在小A的口中 第一次了解自己的朋友 他认识了美丽的事 他读着 他看着 他会听到每个部分 对不起 我如果你想要这个男孩 谁是他 他在说自己 你好 况且亚历山大还长了一张让小瑞喜欢的脸 在结束一天的完美约会后 他甚至想让小A留在这副身体里多一天 于是小A不知道用了哪种特殊的办法 一直留在了这副躯体 两人如胶似漆 爱情在此刻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 小瑞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时刻担心小A会突然消失 而且他也在小A的影响下 无气勇气和父母沟通 终于让死气沉沉的家恢复了生气 就在一切向好之时 小A带小瑞回家 却发现亚历山大的父母亲人准备好了生日派对 等他回家 他只顾着谈恋爱 竟然连这幅身体的生日都忘记了 他知道亚历山大有一对很爱他的父母 是他的存在让宿主无法与家人相聚 在与亚历山大的妈妈有了一个短暂的交流后 小A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他给小瑞准备了一个正式的烛光晚餐 从进门起 他就不停地夸奖亚历山大 直到最后 他终于对小瑞说了分手 他想把这副身体还给宿主 从他有意识起 就是一副游魂 每天都在扮演其他人的人生 所以从他附身亚历山大的那一天起 或许就已经有了离开小瑞的想法 亚历山大和小瑞无论是在性格 外貌还是品德都是绝配 反之 要是小瑞和自己在一起 他就无法向最爱的家人朋友介绍他的身份 要是十年后 他附身在一个已婚人士 或者有孩子的人身上 又或者有一天小瑞也想有个孩子 又该怎么办 现实如此残酷 他不想害了小瑞一生 小瑞一直担心小A会消失 这一天终于提前来了 他从来没想过要和小A分开 但他也不想看着两人的关系陷入一种痛苦 所以他还是答应了分手 他们一起度过了最后的约会 天一亮 小A就彻底消失在他的面前 从大天起 小瑞再也没见过小A 可是他遇见了拿回自己身体的亚历山大 他主动和亚历山大打了个招呼 而一向羞涩内敛的亚历山大 竟对他说了一句 或许小A说的没错 他们果然天生一对 小瑞的新生活要开始了